蘇丹紅食品問題持續延燒 多家大廠接連中標 針對日前中國書臺辣椒粉 不合格的二十一家業者 其中八家減出蘇丹紅色素 未來將永久禁止書臺 食藥署跨部會聯手追查 最快下週修法上路執行 雖然現階段邊境辣椒粉一律 才百分百逐批查驗 就怕上游政策下游對策 業者若被退運後 重新包裝換個身份批號 抱驗輸入 該怎麼辦 針對減出特定物質產品 才更嚴控管控 只要減出是惡意添加 他就會在邊境直接沒入銷毀 但除了蘇丹紅外 其他高風險項目也可能納入 目前對於蘇丹色素 其實是比較明確的 只要法治的部分 告訴我們還有哪一些要完備 我們做好之後 其實就可以上路 高風險的物質是不是要納入的 這個要確實去討論 為了盡快補起實案漏洞 食藥署希望從源頭落實把關 業者遇到問題商品也要自主通報 畢竟沒人想把致癌物吃下肚 在內新聞蔡玉芷 羅佩玉台北採訪報導 在內新聞蔡玉芷